A Let's go I go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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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當新聞 我是主播李真心 大人常常因為跟不上孩子 之間的流行感到 非常的苦惱 常常都覺得真的是有代購 近日有一名父親表示 小學一年級的兒子 向他要一個娃娃叫做 藍色娃娃長得 實在是有個可怕的 當作生日禮物 他還說 因為班上同學都有 他要求兒子畫在紙上 之後就PO網來問大家說 你們知道這什麼嗎 在哪裡買 網友全部都下賞 因為哈Q滑起 是美國恐怖生存遊戲的角色 紛紛勸他 不要送這個給小孩 但是太噁心 太可怕了 但也有人指出 這個角色在小學之間 確實相當的流行 小孩的世界爸媽 是不是越來越看不懂了呢 我真的很想看懂 但怎麼看都看不懂 今天三位小孩的偶像 你們一起來看看 你們看得懂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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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真心分享小鈴鐺 歡迎 歡迎三位 困惑的家長 對 困惑1號 王全福 你好 來 困惑2號 翁晴怡 困惑3號 李昕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小朋友的新偶像 歡迎恐龍偶像 厲害 小鈞同學好 嗨 嗨 嗨 還有我們的後輕人 嗨 長江後浪歸前浪 以前我們如果介紹小朋友的偶像 對 5566 有 對 我們現在都很納悶了 我一直覺得 我看到他們的影片都是快樂的 對 我想說他們永遠不可能超越我的能力 對 沒想到他們現在的呼聲都給我們高那麼多 對 要不然就是要介紹說香蕉哥哥啊 保護威叔叔啊這種的 對 對 水火的姐姐妹妹這種的 結果現在就換他們了 哇 很厲害 我還真的有問一下我的女兒跟兒子 他們完全就是可以都認識他們 而且什麼影片什麼他們都知道 對 好厲害 他有時候令我們感傷你知道嗎 那個曾經我女兒還在迷迪士尼 對 帶她去迪士尼她說 爸爸我忘了跟你講喔 這麼怪 他會不會是還是就是喜歡爸爸 把爸爸幫他講 會不會是這樣 他跟妳講一些什麼酷酪米啊 喔 換了另外一個宇宙了 對 真的 真的 所以你們要珍惜現在喔 對 妳很快就要坐過來我真的被他們 對 妳們多久就坐那裡了 妳們就變困惑的家長 然後對面做一些 你們覺得他們是誰 誰 對啊 人府你知道嗎 小孩在迷哪些偶像 我知道耶 我都跟著我小孩一起迷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有話題啊 人府你給他到90歲 他也是這樣 大男孩啊 這是預言了就對了 對 他心裡面住一個小男孩 是 上一個這樣講的是 黃悠福老師 感謝 感謝 我首先聽人家這樣講的是 張惟忠老師有拍你的命啊 我們現在做來賓的功課 我做到 我不是看維基百科 我是街老師拍他們的命啊 拍我的命啊 小孩子我知道 前面講幾樣 對 BLACKPINK BTS 因為我們有家小孩 我女兒他喜歡跳舞 因為他從小就知道 爸爸就是個舞王 對 現在都可以吃飯 沒有 沒有 這段結束 我講完有點心虛啊 是他自己發現了 知道自己牆後灌出 我全部灌出 沒有 沒有 因為他小時候就喜歡跳舞 然後呢 後來他長大了以後 像前一陣子 BLACKPINK來台灣 對 在有這個消息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爸爸一定要幫我拿到票 然後我先想說 那個 很難買耶 那個基本上 拿到還不敢承認就拿到了 對 所以我現在講是 不要說 對 那個時候我們就用盡了 所有的辦法 後來我們家搶到了四張 厲害 很厲害耶 用一家四口嘛 他一次訂四張 然後後來媽媽說 那他也勉強去 那我女兒就說 媽媽你去幹什麼 媽媽說 我要去看BLACKPINK啊 你講的 是他們四個人 其中一個人的名字嗎 然後 我老婆就這樣 他跟我很像 很像 他就這樣 有啊 HIPP啊 安娜 SA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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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所以媽媽沒有拿到入場券 媽媽不能陪他去耶 對 然後後來 小孩就說 那現在從現在開始 你要一起去 他說不要浪費那個票 因為那票很難得 要給真的喜歡的人去 然後他就問我們 然後問我 我就說我很喜歡他們 因為我看他們的舞蹈 他們的音樂我都很棒 然後他就開始說 來 爸爸 好適合 超難的 超難的 在入綜藝大任 對啊 他一直複習 要講答對 對啊 從要去看演唱會 前一個禮拜 我們家就 他回到家就一直放音樂 一直複習 然後每次只要出來 他就說爸爸 你知道這是誰的歌聲嗎 你知道這是誰的舞蹈嗎 然後他叫什麼名字 就一直複習 然後一直到演唱會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自己 超了解他們 我好像去參加補習班 你知道嗎 瞬間超了解耶 我從一開始 無法分辨誰是誰 到後來光聽聲音 我就知道那是誰 這麼厲害啊 就是女兒這樣訓練你對不對 對啊 訓練啊 對啊 然後你如果有認真研究 你會發現他們的舞蹈 有抄襲我的嫌疑 在哪裡 哪一首 你注意看喔 如果你們不相信你們比對MV 那個How you like that How you like that 我覺得 我們會被氣死耶 都是我先的 我20年一選就這樣了 沒有 他們曾經沒有20年 我覺得他們是這樣 你是這樣 他是幾乎是一樣 他只是側面這樣子 他只是側面這樣子 我們到演唱會去的時候 其實人真的很多 因為我女兒就是存了錢 她就是一定要去買到周邊商品 所以我們就想說 演唱會五點開始 那我們是不是下午三點提早 去買周邊商品 是OK的嗎 等到要去到那個買周邊商品的地方 所以她是全空的 我女兒就在那邊 然後眼淚就就寒在裡面 然後就快哭快哭 然後就說 我存了好久 我沒買到 然後後來呢 就有突然間有兩個人走過來 她就看到我 我就說 你是王仁甫嗎 她說對 我就說對 她說 我說對 然後我女兒就看著他們 然後那個 那兩個小女生說 你想要買什麼 然後我女兒眼淚就滴下來了 她說我想要買他們的那個應援棒 對 然後那個人就說 我有多買兩個 我賣妳好不好 哇 好合心喔 因為你是王仁甫的關係 我當下超感人 她說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你爸爸 所以這個東西就要賣給我們 然後我當下 那個善有善爆 我超感動的 你的粉絲 對 然後我就很開心 我就拿了一個 然後艾力克斯 她也帶她小孩去 她買不到 能弄到票已經不容易了 那也是 像我之前也是追劇派的 我都不知道YouTube到底有什麼好看的 那開始小孩回來就說 媽我們全班都在看什麼 這群人啊 皇室兄弟啊 把每一部都看完 然後看完以外呢 我們也會去一些手印什麼的 然後我們剛好 然後我才看 原來是這群人裡面的 然後我想說 也不好意思去打擾人家 我也沒有合照 然後回家小孩就說 她怎麼沒有幫我去跟她說 我要拍照 然後她說媽媽怎麼開口啊 我不會耶 覺得很害羞 我為了小孩 我整個臉也是會拉下來 拉到屁股 怎麼辦 其實她說不愛屁股 我也是去啦 我為了小孩真的會拉下來 為了小孩可以付出一切 如果我 我女兒跟我說她喜歡卡古 我也是 也拉 我也是拉下臉 卡古哥 妳跟我合照 我學習 可不可以真的偏重 真的 我會是因為小孩 喜歡這群人也是有一次 因為他們我也是過去 跟她真的拉下來 說不好意思 我還說 我是佩甄姐 然後妳這樣跟她說 我小孩很喜歡 妳們可以跟她說 OKOK這樣很熱情 我現在要休息 我會想到我小時候的 就我年輕的時候 有一些爸爸帶著小孩就說 那個佩甄她喜歡妳 那妳拍照我聽到才有鬼 是妳想跟我拍照 對不對 都家見小孩的名義 現在小孩 不得了啦 給他們掌聲鼓勵 沒關係 抖音小孩這個 這個新偶像 看看他們 專影音平台粉絲有 61.9萬 按讚數 厲害在哪裡 如果你們現在 對他們還不熟悉的話 我們先來看恐龍偶像 好 來 先看一下 來 先生 先生 妳在這邊上班多少錢 不是在那邊上班 是喔 我以為是和尚 先生 給妳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叫做 蕾甄弄到三角度 蛤 自己不會看喔 怎麼了 我蕾甄妳覺得很好笑 是不是 我覺得我在這邊上班更好笑 喔 我是在那邊攝影的 那可以幫妳拍個照片嗎 因為我看妳風格蠻不討喜的 那我站在那邊好了 對對對 準備囉 先生給我一個嚴肅的表情 再來一個喔 來 先生妳看一下我剛剛拍的照片 妳看著我 滿好看的耶 是嗎 很有趣 那妳交她女朋友呢 還在等待遊園人 那我是妳遊園人嗎 我騙得到啦 我有騙得到 我騙得到 那妳在當Youtuber之前在幹嘛 我以前是歌手加演員 廣告演員 那怎麼會有這個靈感要做這個 因為曾經有一個共同相處的朋友 因為他背叛我了 後來 怎麼講這麼承受啊 怎麼講這麼承受啊 怎麼劇情會極短之下 你這是八點打的耶 所以我就 後來他來做短影音 所以我才想說 我要把你幹掉 所以我才開始做 然後現在本次一千多 我已經 直接贏他 好厲害耶 其實已經算62萬了 搞不好我們播出的此刻 已經更62了 對 現在已經62了 暗戰數1930萬 很厲害耶 你花多久的時間到這麼多人 四年不到四年 很快喔 好強喔 對啊 應該是吧 為什麼你要配給他 因為我們同時間 同時間 我還以為他就是 背叛你那個朋友 你背叛你那個朋友 現在在幹嘛 現在當演員 他當然 他就不好喝那種 對 不紅那種 就 邊角肉 他發的比較好 他發的比較好 這樣子 你走出自己一片 他現在說歡迎到 他自己都害怕 就這樣子 我們去那個校園有沒有 因為校園是原遊會 我們想說 想說去玩一下 順便派個素材回來 一過去的時候 哇塞 那個開始有同學看到 大概十五分鐘吧 他們就 一傳十十傳百 開始全校的人 就在找我了 然後就 聚集一堆就在身邊 哇很滿 我一把走路 就有點痛苦 他會不會摸你 拉你這樣子 會喔 還有摸到我下面的 就是有 高得跟那一隻拉著牌子 我欠你 拉 拉相機 沒有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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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荒謬喔 他想要一直不懂字 拉著下面 就是想到看到他 就太興奮了 都會抓你 會抓 對 那為什麼要叫恐龍偶像 因為我以前養一隻狗 我把牠群叫恐龍 那後來往山之後呢 因為我是牠偶像 所以我就 恐龍偶像 他有一個人家 就是牠偶像 拖夢 有 拖夢 他講話 風格跟我有 有耶 有耶 有像喔 這我感覺 你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相信 你曾經粉絲那個 擠爆新門町喔 喔 對 我們之前有跟那個 也是網紅團體跳舞的 我們叫竹夢者嘛 他們一個團體 然後我們就相約 這一天要舉辦一個 尬舞大賽 後來我們到西門的六號出口 哇 爆滿了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leep 聽不懂英文 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 對 幽默 很多人啦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景象是 我自己有嚇到的 那粉絲會怎樣瘋狂的留言追你啊 會很多粉絲就會傳那個IG嘛 對不對 會有語音可以直接發送 有些人會傳什麼很奇怪的聲音 奇怪的 譬如說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唉唷 就這樣 就結束了 他到底留一隻馬 很多這種喔 為什麼要留馬 為什麼要留馬 你們喔 模仿馬都模仿 什麼意思啊 不對 那個你們這樣 那是馬在走的時候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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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沙拉車 然後我會說 是 剛剛我封印你會回應嗎 有些精彩的會回應 像有個妹妹就是 我有發一部教師姐的影片 但是那個妹妹看到的時候 已經是過一天了 所以她就跑來罵我 有影片給大家看這樣 因為請停我發了一部 教師姐的影片 剛好一個妹妹愛特威 我們來一起看一下 愛特威 到底是什麼是教師姐 教師姐就是學生要跟老師說 教師姐快樂 所以孔呢 什麼時候才會教師姐 幹嘛今天就說教師姐孔 前天是啊 今天是教師姐嗎 教師姐咧 你要找趙智姐喔 趙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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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晚一天回他 他生氣是不是 生氣啊 蠻可愛的 我覺得 這個應該要給大家看到 那你的外面類型都哪一類的 就是比較生活類的 麵包超人系列 麵包超人 他是一個 我在便衣商那裡看到一個弟弟 一直在看我 我就知道他是我粉絲 所以我就拍他 拍他的時候 他就有一些反應 因為我是很疼粉絲的 所以我就過去直接 課本拿出來 比拿過來 我就幫他簽名 直接在課本上簽名 他那一本課本在學校 就是被大家搶 搶來搶去 我想要看你的課本 我想要 想要看孔 對 因為他胖胖的 很可愛 所以我幫他取名叫 麵包超人 那個瓜瓜樂 中獎系列是幹嘛 瓜瓜樂就是 跟我弟弟去那個 瓜瓜樂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我來拍一個 突然尖叫的好了 突然 然後他就幫我長進 我就刮一刮 怎麼中獎了 就是他有了風可帶 真的也突然大聲 你可能對我不熟悉 你回去研究我的影片 我熟悉 你會懷疑 我是你親生的爸 廣龍的爸 長得滿像的啦 有 你有 你比較帥 有一點點而已啦 好 但是我覺得剛剛看到影片 其實還滿OK的耶 那個身為家長 對 能接受嗎 我自己也滿喜歡的 沒有 我可以接受 剛剛那個趙智傑的 我真的笑出來了 我也是 對 那趙智傑真的到 趙智傑 對 但其實平常 我們家是禁止看抖音的 還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YouTube 是在電視上 所以我隨時可以看到 他們在看什麼 我可以去做那個區分區別 什麼是不能看 但是抖音 我不知道他怎麼去 抖音會有新三社的限制嗎 沒有吧 會有 所以還是會有 也滿嚴重的 不用那麼害怕啦 對啊 因為玉琳哥那個都沒有被黃 對啊 不會被黃標的啦 我們那個都游走 尺度邊緣 哈哈哈哈 你自己也知道 你也好嗎 你今天根本就超過尺度 人家幫你修了 對啦 錄月小時 那簡直是五分鐘 其他十五分鐘都是下 但是我覺得那個YouTube上面 也是可以看到很多抖音的內容 其實 對 我兒子沒有在刷抖音 可是看YouTube 都可以了解很多抖音上面的事情 比如說前段時間 瘋狂的迷戀科目賽 哦 通道你也會的對不對 謝謝啊 我不懂這個點在哪裡耶 為什麼小朋友會那麼 而且不只他一個人 他身邊的同學還有朋友都愛 大家會一起跳 而且我兒子瘋狂到 要拉他爸爸一起跳 他一個人洗完澡出來 會裸體在客廳跳 哈哈 我想說 我兒子啊 我以為是否裸體在那邊跳 啊 啊 那就是那句話 就屌而浪噹 沒有 沒有 小孩就是跟著同學嘛 同學都在跳他就會跳啊 可是他 為什麼會吸引小朋友呢 現在太流行了吧 他也不是小朋友就是跳的 是大人在那邊跳 而且我兒子因為 因為科目三這個 天天要拉著我去吃海底撈耶 他要去看看發源地 朝聖一下 但是朝聖的心情要去海底撈 你不要客氣了 沒有 不會 我不懂那個 美感到底在哪裡 而且瘋狂那天到哪裡 那滿多人的方感科目三 是覺得那個舞蹈是沒有美感的 你們也這麼覺得嗎 而且他感覺很容易受傷 你喜歡科目三嗎 那我就一直跳 我也一直跳 來 妳來 來 科目三 小陳 你就在Cue對人啊 他就是以舞蹈取勝啊 對 都是耶 來看看小陳的影片 好耶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那很明顯呢 你就是比較走這個舞蹈風格 聽說你本來做特技的 對 是特技起家 那時候因為疫情 然後所有案子都被取消了 然後就開始 想說在網路上面拍影片 宣傳一下自己這樣 然後就開始這個 倒立挑戰 這什麼 是 好感動喔 哎呀哎呀哎唷 哎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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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喔 好強喔 很臭 倒立是什麼 那有辦法比下一臉 哇 這樣攻到 好厲害喔 對 那是那個 我真的真功的部位 那個是 吞得下去的嗎 倒立的狀態 吞得下去啊 沒有 真的 不然就跑出來 後來就 實力上 那你可以表演 倒立吃極味服飾嗎 對啊 因為你會吃倒立流啊 對 倒立只要 倒立只要 好厲害喔 後來就是拍一些 生活或是一些 挑戰的影片比較多 像我就會拉那個音響 去心意去跳舞 因為我本來是街頭藝人 所以我就 很容易做到這件事情 可能人家會覺得 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正常人不會這樣子做 但是 小朋友都很喜歡 他們喜歡那種射牛 就是 很突兀的畫面 就是在一群人 在後面走路的時候 然後突然拉一個音響出來 然後跳舞這樣子 他們就很喜歡 就賣一個突兀啦 對啦 他怎麼會想到出戀謠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剛剛那個第一個影片 就是 因為那時候是一個 互惠的業配 然後 就我滿不想拍的 你知道嗎 那時候滿不想的 已經答應了 還不自由 沒有 他是誤會 他是誤會 互惠 然後那時候就是 已經答應人家 又不好意思說不要 但是就 想不到要拍什麼 所以我就想說 不然就跳個舞好了 就是 拍個水片 就是 想說敷衍一下這樣 敷衍啊 敷衍過去啦 水片 對 水片 就是敷衍一下這樣子 對不對 那我們幹滿多水片的 對不對 因為有些真的 就不像滿空啊業配 對 當時抱著水片的心態 對 我在民宿廁所拍 然後拍完上傳 隔天就 就爆了 就是流量就起來了 就很多人 你適合拍水片 對 我適合拍水片 我到現在還是會拍 水性 自然 我到現在還是會 那所以小朋友都會迷你 然後就會也把自己的影片 給你打分數喔 對啊 他們都會傳就是 學我跳舞 然後就是會問說 我跳得好嗎 我跳得棒嗎 這樣子 小孩子嘛 對不對 本來是搞特技啦 可是他另外一個專長 剛剛大家也看得出來對不對 你非常會跳舞對不對 是喔 接舞 沒辦法說來就來嘛 可以可以 來 這麼明顯 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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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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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了吧 好帥喔 說來就來耶 是有實力的 為什麼 我有點帥 找不到哪一集 你還會安慰失戀的國中生 對對對 那時間關你什麼事 他們就是很難過啊 他們都會說什麼 今天被分手很難過會安慰我 然後還是回一下好 看人家很可憐這樣 就安慰他一下 然後安慰完就感覺 沒有用 自己也被 也被感動到 就是感覺我的影片好像 讓他又 快樂起來這樣 因為他也有說看我影片很開心啊 這樣子 對啊 就有被鼓勵到的感覺 我覺得小陳真的是 就是 我就覺得他 怎麼說 就是看起來有個很柔軟的心 你這算告白了喔 他好像兒子耶 這個年紀的女生 告白都是這種 你怎麼叫我兒子喔 我講真的 甘兒子可以啊 對 真的 很柔軟喔 你自己都出了那句話 甘兒子可以 她是有禮貌啦 對 我講 童女儀呢 我現在造成極大的風潮了 所以人家說 抖音一響 怎麼樣 不白癢 真的 你小孩就是模仿嘛 他裡面的口頭慘 每天在那邊講 我們心目懂他們在講什麼 真的 超容易被影響 而且講話會變得 我越來越不喜歡的樣子了 比如說講什麼 超派啊 比如說媽媽辛辛苦苦準備 對 豐盛的晚餐 來放學回來一看餐廳 哇 超派 超派是誰 我老娘這麼辛苦 你怎麼不誇誇我呢 我們就莫名其妙 他不然就那種 讓人很討厭的口氣 阿不就這樣 什麼叫阿不就這樣 就像兩耳光打上去 阿不蘭咧 對 阿不蘭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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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 其實小孩也很愛小孩 小孩也會學的 因為後來年輕人不講阿不蘭咧 那就很老派 對 結果現在小孩呢 把它復刻以後 變成一個潮流了 復刻風是嗎 而且他們在學校都會被 同僚好像都要這樣講才比較像 互相會融入耶 不這樣講 然後好像就落伍了 對 就很不喜歡那個風格 你不喜歡 哪有 我已經知道了 媽媽就是要把小孩 就是最早禮貌那方面 然後態度要拿出來 沒有沒有 你要融入小孩啦 就是他講口頭禪 你也跟他講口頭禪 也要這樣一起講 對啊 對 還是都看他們的影片阿 而且他們現在講話 都很喜歡就是 說講 對 他們都會講一些很奇怪的字 對 你要卻喔 你要卻 要卻喔 卻是什麼 對 對 你要確定 沒有 要卻耶 差一個字有大很多 很累嗎 那天喔 你要卻 都跟著上流行 我們有一個群組嘛 主持人群組 然後在講說哪一天要幹嘛 他也是說你們有卻喔 我在講回你 你在跟什麼流行 我也有跟上好不好 那我考你們 什麼叫做 啊 現衝 男生很現衝 現衝 很衝動 來 有人知道嗎 來 知道請舉手 現衝 沒有 你知道 那個太新了 新了 我女兒上次我帶她去澳洲 對 然後想說我要跟小孩一樣 一起 我就跟我女兒 我女兒現在已經十七歲 我就陪她一起看帥哥 我說這個怎麼樣 那個怎麼樣 他說這個男生一看就是現衝 我說現衝男生 是拿現衝電嗎 對啊 做衝 現衝我還在想是什麼意思 他說就是 感覺他就是 現實生活很充實的男生 沒有 沒有 什麼字都要剪起來 而且你剛剛剪一個字 他現在剪三個字了 現衝 現實生活很充實 他變現衝男 然後省了五個字 好厲害喔 他說是現衝男 我說這個誰會聽得懂 而且他怎麼看得出 他現實生活很充實 他就覺得他的樣子 就是那種 感覺就是他很有 很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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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想法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現衝男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稱呼 他說就是 宅男 就是都在家裡的 現衝男就是他都 他會在外面跟很多朋友交往 然後活動很滿 那種男生就很 那種叫現衝男 帥哥 爸爸也是現衝男 對啊 你多充實啊 那還有一個 我更誇張 有一天回家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聊天 然後就在餐桌上 大家聊天 然後他媽媽不知道 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我忘記了 就是一件很ㄎㄧㄤ的事情 然後我老婆 有時候會有一些 你不能理解的ㄎㄧㄤ 就是大家覺得說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說這種話 做這種事 大家都不能理解 然後我女兒就來說 媽 你這樣好傻屌喔 我整個嚇一跳 然後這個話 應該是在罵男生的 而且還聽起來 他問我說為什麼 我就很熱身跟他解釋說 傻屌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難聽的話 屌是講男生 然後傻屌是講那個男生的 那個地方很沒有用 他說爸爸不是這樣的 我說那你是什麼 我是罵我媽媽沙雕 為什麼是沙雕 沙雕 我說那沙雕又是什麼 他說就是在海邊的沙雕啊 對啊 我說海邊的沙雕 又怎麼了 那是什麼 他為什麼 為什麼你媽媽這樣很ㄎㄧㄤ 叫沙雕 他說就是有外型 所以他們說這個人很沙雕 就是他看起來 很好看 很ㄎㄧㄤ 很無腦叫沙雕 真的嗎 好難喔 我完全不能理解他們在想什麼 但是蠻好用的 我明天就會開始用了 好 現學先慢 明天拍YT嘛對不對 對… 明天我會遇到 所以是不是自從 你現在在期待對不對 沒有啦 有啊 工作就工作喔 他講得好像 為老不尊 因為跟我錄影 因為精神又不濟 然後也想到 睡覺還是在那邊喝百秒 不過像他們這種 這個小孩子偶像 可是因為他們就年輕人嘛 對 他講話也是 會有一些口頭彈 對啊 有家長覺得你不OK的嗎 有有 因為我比較 我的性格比較直接 我想拍什麼 因為影片你呈現不能平平的 對 所以我就會講一些髒話這樣子 家長都會說 你怎麼會一直講髒話呢 這樣教壞小孩子 可是我覺得 你小孩子出去之後 你接受到社會 你還是會有很多人 會這樣 一直 那你會這樣改變嗎 我不會改變 因為我… 但是我的 套在我身上就 對 套在我身上就會 就是不對 如果強強 他就可以 他比較適合 不是 YouTuber界的強強 就這個意思嗎 對不對 還是你比較喜歡聽說 你是 YouTuber界的趙哥 對 是要強強還是要趙哥 那我強強 好 OK 那欣宜呢 小孩 我覺得小孩不只會縮寫 他們會把一些短影音的歌曲 變成口頭禪 像去年吧 就大家 我女兒回來就一直說 同學一直在唱什麼 米囊 米囊 你知道我因為這個 去Google搜尋米囊 我好像搜尋不到 我想半天 米囊到底是什麼 最後我真忍不住問網友 米囊到底是什麼 原來是米囊 原來有一首 米囊 米囊 是一首泰文改編的歌 對 他們就是瘋傳 學校同學還會邊唱邊唱 我好像知道了 然後最近還有流行一個 叫 這個我知道 什麼 一圓一串的 一圓一串的 對 很洗腦耶 我聽完影片以後 也一直跟我老公 一直每天在家 然後我老公就會說 一圓一串的 一串 好 那瘋瘋 到底是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 都不知道 雞是一種那個 四川的小吃 就是一個涼拌餐 跟雞肉 還有很多菜 拌那種麻辣口味的那種 但現在同學都在唱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變成歌了 對 那個原影片 那個原影片是一台叫賣車 在講那個 波波雞 波波雞 你也這樣 你講好傳承喔 真的 為什麼你講得好傳承 就有點像是以前 來喔 好吃的貴來 對 就是那個 修理沙湯沙門 沙門 對 對 然後就有人把 加remix 就變 我跟你講 你剛剛講那個閩農人對不對 真正的始作俑者 就是 不好意思 被他那個 推波助瀾 在 詳細聊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他的影片 好 好 我是看了一頭霧水啦 對 為什麼 沒有 那真的超難看得到 他是泰文變成中文 沒有他不是 我是學那個泰文 所以我唱的也是 聽一下就這個影片的按讚數 他訴求的重點是什麼 那個觀看是 九千七百萬在YouTube 九千七百萬 你拍多久 拍可能三次吧 三次 就大概 十五分鐘 好煩惱 他工作十五分鐘 有九千多次的瀏覽 有九千多次的瀏覽 對 已經都問耶 我們在這邊做節目幹什麼 我們錄了兩個小時 還會被剪成四十五分鐘 沒關係 你想看看你去錄那個結合遊戲 錄了一天 還不能吃飯 沒有 九千多的瀏覽人次 做心鬆的 好心鬆喔 來來看一下沐星人的立牌 來來來來 完全已經很厲害了 一百萬按讚數 哇 四千兩百把數 好厲害 他才會 他真的很厲害 對啊 所以你拍了剛剛那個舞蹈 之後粉絲暴漲兩倍 對 那時候都是拍一些 因為我最開始是拍唱歌 他唱歌長得不帥 他也唱得還好 然後後來就開始搞笑 搞一搞他就搞得有點東西 然後前陣子有一個霸道總裁 然後也滿紅的 然後到後來就是 拍著那個洗腦舞蹈 明農 然後就長了大概四十幾萬吧 而且才 一兩個月的時間 就 哇 那你這樣爆紅 是不是到哪裡也是 就很多小朋友圍繞著你 其實很困擾 其實很困擾就是 大家看到我 不會叫我木星人 或是明農 就誰就是明農 小朋友啊明農 對 我就是明農 所以是一個代表作啊 你等一下一定要跟他那個 我要合照一下 對啊 小孩會羨慕耶 對啊 你拿跟他合照照片 對不對 去學校給大家看 在小孩面前 多有面子對不對 絕對比你跟菲哥合照來得很用 菲哥是巨星啊 真的是巨星啊 真的時代的眼淚 你現在小朋友看到說 這個 會變這樣對不對 會 木星人很厲害喔 他還在校門口幹嘛 你知道嗎 你在校門口幹嘛跟大家講 去學校 然後我最近 那時候有在拍 去年嘛 有在拍一個企劃 就免費擁抱 就我會去那邊 然後站在那邊 然後拿一個牌子 然後大家可以來抱我這樣 然後那些小孩是像 螞蟻 就是你是糖 他們是螞蟻 對 我被他整個繞到 沒有氣 我那時候有嚇到 太多太擠了 會吸不到空氣 很開心就 很興奮 會這樣叫 然後人多到 到車道那邊 滿出去了 然後他們那個教官 就出來一個眼神 小朋友 螞蟻就散了 對螞蟻就散了 然後我也嚇到 你也散了 去跟他道歉 所以是小朋友的世界 你其實都很懂 連玩具你都有涉獵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像是一個小朋友 就我是真的很喜歡 蠻喜歡那些玩具的 然後那時候有 買一個那個 迷你廚房 超級小的 照片裡面 鍋子 就是有到處 拍這些玩具類的 去找誰拍 要找誰配 然後或者是 玩那個 史萊姆 應該知道 史萊姆 對 小孩都弄到黏黏到頭髮 我就把它 超大坨 這樣 所以我是喜歡玩這個 對 還有這個 這個我兒子也有 他是要怎樣 要甩 要耍嗎還是 他就是這樣 帥嗎 就這樣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他的樂趣是什麼 他就是在那邊一直甩 很吵 很吵 真的很吵 要收 要收 對 窮極無聊 來 你是 大男孩 你聞看看 要帥一點 要帥一點 你兒子已經沒有玩這個了 有點帥 帥喔 真的 真的很吵 真的 一隻把你換腰喔 我跟你講 一個小朋友拿就算了 全班都在拿 都在氣氣口口 老師都要氣笑 這會瘋掉耶 真的喔 所以後來學校都是禁止 來 李欣如果妳兒子 每天玩這個 我不會 我們家沒有這個 老子啦 我終於進了 媽媽妳講話 媽媽妳講話 我知道這個戲 我兒子有一天拿了 阿哥啦 我兒子 我兒子有天通 實際上拿了一個單子回來 就禁止小朋友拿蘿蔔刀 我才知道這個蘿蔔刀是什麼東西 我又不懂啊 我還有一個不懂的東西 就我兒子有人瘋狂地迷戀那個 戰鬥陀螺 有有 有一段時間很紅 他就回來 就是 側面敲擊我 我說他同學都有 就是他也想要 那媽媽就想說 為什麼人家有你就要有 對 就拒絕跟風 然後他就去跟爸爸做功課 爸爸老來得死就很醜 然後就過來做我的功課 說可不可以給他買 我說不行 為老不尊 你怎麼能做為他呢 好 好 那個老夫少妻 少妻 最喜歡講演的一句話就是 為老不尊 就是這樣對不對 對 然後你就是很熟悉 整天說我為老不尊 因為如果你要買什麼 你也是馬上都說好啊 什麼都好 是不是 你知道他很過分 他是告訴了我婆婆 說他孫子最近很喜歡這個玩具 對 然後有一天我兒子過生日 我婆婆拿了一整組的 戰鬥陀螺來了 對 所以我們白眼要翻到後面 表面上說 媽媽你好棒 你好會跟潮流啊 對 然後我兒子擁有了 然後每天多瘋狂 去上學 不背書包 背了那個戰場去玩 還有一個大盤子 大盤子 你怎麼要這樣 說你幹嘛 或者那種 那種熊悠悠氣昂 而爺爺要去戰鬥的那種事實 你知道嗎 不是去上學的 是去拼戰鬥陀螺的 然後過一段時間 還會回家呢 跟我說媽媽不行 我最近老戰敗 你得給我就是 裝備升級 改裝了 她又出新的陀螺 她最近老被森打敗 她就是跟那個 喪頭的那個 know 鬥機一樣 媽媽不行 你得助我一臂之力 我就不懂你為什麼會被一個戰鬥陀螺 就是那種洗腦成那樣 你有陪他一起玩過嗎 我會幹什麼無聊的事嗎 我剛剛講的是 你只要玩進去之後 你會上癮 所以就是要進去 要進去 因為我就是原本 就跟看電影一樣 你要先進去 我進不去 你就是 你都還沒開那個門 那門太窄了 他有宣布我進不去 只有男生才進得去 那其實蠻好玩的耶 我有陪小孩玩過 你也進不去嗎 進不去 對 我也有 你也進不去 進不去 而且我真的很氣這個點是說 你不給他生 然後他就是在那邊抱怨 就覺得媽媽買這玩具 是要讓你開心的 你現在有開心嗎 你被戰鬥陀螺戰敗了 對 他不光要有 他還要就是要充贏他的裝備 他就到第一名 我小孩厲害了 我小孩他就戰鬥陀螺擺著 對 然後就開始打 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哪裡好玩 就那邊打陀螺哪裡好玩 他說爸爸不然你挑一個 看你可不可以贏我 我說只有什麼 他就無聊嘛 就拉一下 糟糕了 你進去了 我進去了 不是 到底會進去 那我就輸他 他說爸爸 你在換那個 那個改裝要這樣子弄 那我就開始在那邊弄 我就一直輸他 然後他就說 爸爸 我跟你講 我帶你去那個文具店 他那個裝備 改完之後超厲害 他說真的嗎 我就跟我兒子兩個在那邊拚了 然後我就拚 他只要拚贏我了 我就想說不行 他好厲害 他怎麼改裝 然後就開始去買裝備 裝備就開始跟他分享 哇 然後我們兩個 然後我們就兩個 會沒事在那邊說 爸爸來囉 然後他就把我抱抱拿出來 我說 好喔 來囉 沒有 沒有 他在旁邊一直喊 他進不去 他進不去 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已經有黑話 因為文具店是這樣 因為他們知道很多家長都 反對那個小孩一直沈迷這個東西 那小孩要去 要不能直白的講 我要戰鬥陀螺 他們現在都有通關密語 老闆 老闆就說 沒有戰鬥陀螺 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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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現在變這樣了 我們不玩戰鬥陀螺 但我們很流行史萊姆 史萊姆真反 文具店有超多史萊姆的 你知道同學已經不是在比 鉛筆 鉛筆盒 我們以前的年代都是比這個 他們是在比誰有更多顏色 但媽媽很討厭 你知道那弄到頭髮 用到衣服 還有衣服 還有沙發 你知道附沙發 它是會吃進去的 對 對 你要摳你知道嗎 因為它那個是膠水 還是什麼會黏黏的 你摳起來 還會有那個油 你就是沙發 永遠都黑一塊 一個污漬這樣子 一個污漬在那裡 我們家後來就禁止玩史萊姆 你們那個是知道 小孩子在玩什麼 我有一天 因為有一陣子 我女兒 她只要放假假日 跟朋友出去 她就走到我家抽屜 到廚房裡面去拿電子器 秤 小台的電子秤 然後就出門了 她跟我講說 他們要去做一件事情 因為韓國有一個 那個玩偶很有名 然後那個玩偶有出了 上千種不同的造型 他們有跟很多不同的品牌 跟設計師聯名 可是他們做出來的造型 都只有放在紙盒裡面 對 然後裡面 不知道是什麼 盲盒 盲盒 他們是要去買盲盒 可是買盲盒 他們要收集嘛 可是一個盒子就三百多塊 一個娃娃就三百多塊 好貴 其實對他們來說很貴 對 他們後來就上網開始查 或者是朋友開始 大家就匯整 他們買到了這個造型 他們先拿電子秤去秤 三百一十七克 然後他們就記得三百一十七克 是這個造型 然後他就收集很多人的資訊 然後他們就只要拿 去那個店家 只要拿起來放在盒子上 三百一十七 那就是那一個 不要 我們已經有了 他們就一直在 他們就一直在 他們就每一個盒子在那邊秤 秤秤秤 然後就為了要收集到很多 很多的那個娃娃 那我想說這個商業 商機太大了 很厲害 就是要玩扭蛋 因為你永遠扭不到你要的那個 一千多個都是讓你盲血 我這句很有意義啦 就是說 讓家長也了解 小朋友應該喜歡什麼 對 但是關鍵是這樣子 你不要那個 一直在反對小朋友 說玩這玩那的 你反而應該要思考說 怎麼樣讓自己進去 要進去 對 你要進去 我可以再邊邊稍微看一下 沒有 你進去 你還知道他們在搞什麼 那也可以幫他們 避免危險 對 每次一起玩 這個說也是滿同意的 我要跟你分享 你沒有自己 讓史萊姆黏到頭髮 你怎麼知道他們的感覺 所以我要你的話 今天真的很謝謝你們 讓我知道說 原來我們小朋友的世界 這些流行 對 而且鼓勵他們 再持續推陳初心 對 派出更多 讓小朋友喜歡的影片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如果需要我們FIT的話 我們很樂意 對 大家一起試一下 今天還有很多 未播出的獨家秘星 也可以上網搜尋 真心分享小鈴鐺的臉書 還有未來戲劇台的YT頻道 來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好熱啊